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23回 当杭丽来到一层大厅的时候 谢道人正在大厅一角地面上静静的盘歇而坐 脸上丝毫表情都没有 而在大厅的中间 一名肌肤碧绿的木族青年 则正有一些不安的站在那里 韩丽的目光只日一扫就看出了 这木族青年不过有园英系的修为 并且呢才刚凝结园英成功的样子 拜见韩前辈 晚辈奉大长老之命 特来请韩前辈重身的 这木族青年一见韩丽出现 慌忙上前几步伸识一礼 大长老 灰奉大长老不是已经在圣树中修养了吗 杭丽双目一眯 缓缓地问道 灰顶前辈 现在我们木族大长老职位 暂时由紫涵长老代理 哦 原来如此 好吧 前面带路 哎 谢兄 一起走吧 杭丽不动声速地点了点头 又从谢道人招呼了一声 谢道人没有开口说话 但身去一个木夫就一下子无声地出现在了杭丽身后 那名木族青年见此情形自然吓了一大跳 但在杭丽目光示意之下 却不敢多问 慌忙向门外走去 在他带领之下 杭丽和谢道人走出了阁楼 目光往高空一扫 立刻就看到了屯空而起 静静悬浮在高空中的十几座切目大小的青色云环 在云环上面 隐约可见一些阁楼停台 并且众多的各族卫士正匆忙地在上面进出个不停 仿佛呢 在层木眠城往这些青色云团上搬运什么东西 杭丽只看了几眼就把目光一收 顿光一起之下 跟着木族青年往空中最大的一座青色云团积事而去 谢道人可紧跟在顿光之后 天歌功夫过后 杭丽顿光一脸出现在了云团上 一座通体用蛋黄树木搭建而成的平台上 而在平台一端的尽头处 则有一座百余丈高的翠绿色的大殿 大殿入口处呢 赫然有十几名 全副武装的木族卫士守在那里 韩前辈 代理大长老就在殿中等候几位前辈呢 木族青年小心地说道 韩历打亮了大殿几眼 神殿往里面一扫过后 立刻就感应到了里面几个不弱的气息 嘴角微微一叫 就示意木族青年继续带路 显然大殿前的那些木族守卫 都认识着木族青年 当他们过来的时候 丝毫没有阻拦 但当片刻之后 这些守卫一感应到 韩历身上散发出来的 深目可测的灵芽 原本木人的脸庞军都一变 望向韩历的目光 不觉有了丝丝的慰藉 甚至当 韩历从他们中间走过去的时候 这些木族守卫呢 不自觉地攻身低手 虽然种族不同 但在面对真正强者的时候 这些木族卫士者 所流露出来的敬畏 是丝毫不比在面对 本族强者时少上多少的 但就在这时 韩历居忽然嘴唇微动 冲身后的谢道人传晕了几句 谢道人双目微微一闭 木人之间脚步一顿停了下来 然后双手一背 向殿门一侧走了过去 那些木族守卫见词 都有一些倡议 忽然看了一眼 却谁也没有开口说什么 而就在此时 韩历就在木族青年带领之下 穿过了一条走廊 进入到殿堂的正厅中 目光向里面随意地一扫 在数十丈广的大厅当中 赫然的只有寥寥三人而已 代表主人的主作上 坐着一名满头紫发的木族老者 合体后期修为 形容枯瘦 身披一件绿袍 但是腰间系着一根半银半斤的腰带 在木族老者左右两侧的下方 分别坐着一名身穿银色假衣的木族大汉 以及一名身材高挑的黑衣少女 这两个人呢 都有合体中期的修为 而大汉身材异常魁梧 几乎比普通木族高上两头 额头呢有几道深深的皱纹 两眼无神 看起来有些无精打采 黑少女则是十七八岁 头生一对黑色短角 面容秀丽 但神情冰冷 一见韩历走了进来 原本的正在交谈的三人 均都闭口把目光扫了过来 韩兄吧 老夫遭这听墨前辈说过 道友神通十分了得 这次大战能得道友相助 可真是本族之幸啊 墨族老者一看清楚 韩历修为真是合体后期后 顿时满脸笑容的站了起来 并远远的一抱拳 韩道友 草旗有礼了 哦 你就是韩历 从修为上看 果然比我和草道友的实力 都强上许多 切身是叶叉族的 非小西 其余二人在感应到 韩历修为在他们之上后 也神色各异的站了起来 韩历来得有些迟了 让三位道友久后的 韩历不动声色 韩历请坐 我呢 正和二位道友商谈 阵眼守护的事情 到时草道友和非仙子呢 将会和韩历一组 共同守护 同一处阵眼的 牧族老者 先是招呼 韩历坐下 然后笑着说 至于说那名魔族青年 则在牧族老者 睡之下 早就恭敬地退出了厅堂 到时候能有草道友 和非仙子相助 韩某守住阵眼 也就多了几分把握啊 韩历那一副 已经将草籍和非小西 看作自己副手的样子 以及吻压二人的修为境界 在这个时候自然无需客气 否则到时候 反而会束手束脚 目足的二号文言 目光微微一闪 但脸上丝毫意色没有 告诉那黑衣少女文言呢 脸色微微一变 鼻中不禁地轻横里声 三位道友联手之力 在下也相信那处镇眼啊 肯定会顾若金汤 不过三位助手镇眼处 除了是保护其 不受魔族攻击之脉 还另有一个众人在身的 牧族老者说到这儿 停顿了一下 什么 另有众人 我接着任务时 怎么未从我族大长老那里 听说过此事 难道是贵族临时增加的吗 黑少女眉头一皱 有些不快 这个当然不是的 其实说是重任 到时候主要是草道友的任务 狠凶和飞仙子的任务 仍然是守护好阵眼 牧族老者毫不在意的解释 草道友到时候 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和韩兄 可否先介绍一下啊 韩丽也颇有兴趣的问了一句 其实那也没什么 不过木铁大阵的一些精妙的变化 恐怕要借助三处镇眼的一些力量 到时候会需要有人操纵镇眼 与整座大阵 加以配合一下而已 而有关操纵镇眼变化的法学 已经传授给了草级等三人 只不过在他们激发镇眼力量的时候 还是需要其他道友多加守护啊 好 原来如此 这个自然没有问题 木铁大阵 原本就是贵族的镇族大阵 镇眼自然还是由贵族之人操纵 才合适啊 韩丽微微一笑 毫不介意 我也没有问题 这眼着交由草惺负责就是了 黑少女思量了一下 也点头答应 好 我就知道二位道友肯定会鼎力相助 一等大阵不止好 这二号镇眼就全部交给三位了 木族老者大喜再次起身 冲着韩丽三人身识一礼 紫涵长老放心 不敢 我等自会尽力 韩丽三人呢 自然也起身回礼三 接下来的时间 木族老者又叮嘱了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最后又分别给韩丽三人各自一枚预解 里面分别记载了木届大战的一些进制变化 让三者呢分别熟记在心 到时候万一真的有强敌闯到了阵眼处 让他们也可借助尽致之力呢 加以御敌的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当交代完这些事情之后 木族老者又一次吩咐 换来了三名木族人 将和韩丽三人在巨大云团上其他建筑中 分别安排了一个临时休息的地方 必定从木眠城到布置大镇的地方 还有好长的一段距离 在此之前 韩丽这些人自然需要要好好的养精蓄锐 半天后 高空中呼啰啰之声再次响成一片 十几座巨大的营团移动之下 就在数千只飞车站周簇拥下 也离开了木眠城 直奔魔族占领区域方向 是飞驰而去 大半个月之后 一座巨型青色云团上空 韩丽面无表情地站在一座 高塔状的建筑顶端 向下方一片葱绿色的山脉望去 在两侧 飞小西和草吉二人站在稍靠后鞋的位置 同样的向下方眺望着 附近虚空中 除了上百只飞车站周 在附近来回巡逻之外 其余的巨型云团赫然全都踪影皆无 这片山脉并不算多当 只有方圆百余里的样子 但是此刻山脉中 几座高大的山峰上可见顿光闪动 并且密临山石之间 隐约可见无数人影晃动 一座座高台是拔地而起 在这些高低不一的石台 军都绘制着淡影色的灵纹 上面呢更是都插满了碧绿色的番旗 并散发着淡淡的灵光 但若是仔细查看 就可以发现 这些高台呀 竟然金树立秦山中几条不多的灵脉之上 而与几座山峰中心处的一座山谷之间 一棵鲜鱼丈高的晴天巨树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的生长着 几乎每一时都可以长出持续之高 低形啊几乎已经和附近的山峰相差无几 在巨树四周的地面上 却绘制有一座白亩大小的淡绿色的法阵 有百余名元英七以上的木族人盘坐法阵之中 正手中夹绝 目光紧闭在催动什么 以山谷为中心 所有高台呢 隐约连结一气 让整座山脉的天地灵气 都疯狂了一般的往山谷中汇聚去 并在附近高空中 幻化成了一道道 树丈长的五色红桥艳丽至极 不光此地 在离山脉十几万里外 另外几处相邻的小型山脉处 同样的有一棵棵巨树正在山脉隐蔽出飞快生长着 附近呢 也有无数法阵高台在飞快的修建当中 若是再从更高的西空中往下望 就可以发现 方圆百万里的大地当中 这种以小型山脉为中心修建的巨型法阵群 左右三十六座 他们虽然说尚未完全修建而成 互相之间排列的位置极其的玄妙 隐约的又组成另外一座让人一看就投运目眩的超级法阵 这个时候 超级法阵范围内的天地元气 却已经被调动而起 各种波动更是若隐若现的在西空当中 开始放光闪亮 整片西域不觉充斥着一种力煞之气 在青色云团之上 韩丽忽然淡淡的开口 按照现在的进度 镇眼完工也不过几天的时间 到时候一旦完成 就将这座青光岛落下 并激发所有的防护进制 进入完成的防护状态 这些自然是应该做的 但是目前大阵布置的时间之长 尤其出乎意料之外 听说其他两处镇眼的布置 还没有我们这里进度快 不会因为时间上不够 而耽误了大事吧 飞小西 目光往韩丽这边扫了一眼 冷冷的说道 昨天我刚刚这道消息 前面大军才刚刚和魔族开战 并按照约定好的计划 正在设法将魔族大军 往我们木届大阵处引诱 他们就算是来得再快 起码也要十几天的功夫 才能到达此处 而到了那个时候 大阵早就已经彻底完成了 我倒是担心 木届大阵是不是真有传闻中的威能 真的可以重创魔族大军吗 杭丽不以为然的说道 二位放心 这木届三十六天绝阵 就算说不动用后备圣术 唯能知道也深不可测呀 现在在以三十六棵圣术埋入阵中 唯能更是一下子狂增数位 就是大成存在单身一人陷入其中 也是没有办法轻易脱身的 至于说那些普通的魔族 在此阵力量下 绝对是不堪一击呀 草吉笑了一下 很是自信 贵族愿意一次牺牲三十六棵后备圣术 想来此阵的确玄妙万分 但是就算道友之言不假 对这大阵呢 很有自信 魔族那边也同样不容小瞧啊 特别是那些魔族圣族 一个个儿均都是魔功通天 修炼众多化身 极其不亦对付呀 杭力缓缓说道 魔族圣族纵然厉害 虽然会有我族大长老和贵族末长老 他们出手前置的 我们何必起人忧天 非小西冷声的说 丧前辈他们也许可以填制住魔族圣族本体 但是那些化身的话 却多半无法顾及了 我若没想错 到时候魔族一方真要派人破阵 多半的就是这些圣族化身出手啊 杭力微微一笑的说 圣族化身 草吉和非小西文言 脸色均都微微一变 怎么了 二位道友和这些圣族化身都交手过了 二人的神色呢 虽然是没有办法骗过杭力的眼睛 神色一动 大有深意的问了一句 魔族全面入侵的时候 我当年曾经和一名修为差不多的族人 遭遇过一名圣族化身 结果大战一场之后 一死一伤 猜下差点小命不保啊 目足道汉脸上的蓝散神情 一下子消失 目中的闪过了一丝恨意 我虽然说没有遇到圣族化身 但是我不少亲友都隐落到他们的手中 若是让我碰到这些化身 一定要亲手会一会他们 非小夕则面色冰寒 目足大汉看着他苦笑了一声 非神子 请听我说一句吧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424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 第1424回 目足大汉 苦笑了一声 非神子啊 听我一言 你若真是单独一个人碰到了那些圣族化身 最好还是扭头就跑 否则的话只能是白白牺牲而已啊 非小夕哼那一声 虽然说没说什么 但是明显的没有听进去 曹道友也不必惊慌 若是这木届大阵 真像你所言那般邪妙 借助此阵的禁止之力 我们也并非说没有和这些圣族化身一战的力量 当然 这是指一对一的情况之下 若是一口气而来的太多 说不得只有另想办法了 韩力淡淡的开口说道 另想办法 韩道友 莫非还准备了什么后手不成吗 草集双眼一亮 不禁问道 非小夕这个时候也有些意外起来 既然在下被派来镇守这二号镇眼 虽然事先也做了一些准备的 但是到时是否真的能够应对了强敌 却不太好说呀 韩力摸了摸下巴 轻描淡写的回答 韩星原来真的是有了其他的准备 如此的话我等就放心的多了 牧族大汉长出一口气 神色也是为之一松 听韩道友的口气 似乎对这些魔族圣祖化身颇为了解 难道也和他们曾经正面交手过不成吗 非小夕却默然地问道 韩某的确和他们遭遇过几次 韩力沉晕了一下 这才平静地回了一句 但不知韩道友胜败如何呀 我可听说这些圣祖化身 可比一般的合体后期要厉害得多 非小夕 眸光闪动 口中丝毫不放地追问 曾经杀过两三个 但也被其他化身 追杀千万里之远了 韩力神色丝毫不变 但口中说出的话 让夜叉族少女和牧族大汉 都是目瞪口呆 韩兄曾经斩杀过魔族圣祖化身 在下明白了 肯定韩道友统帅过族重大军 这才能凭借大军之力 将那些圣祖化身硬生生地困死的 草吉马上又有些明白般地说道 非小夕文言也不觉得有些恍然 以韩力的合体后期修为 若是再借助大军之力 围杀一名圣祖化身 倒真有几分可能了 哼 以前的事情都无关紧要了 重要的是 若是圣祖化身真的一口气来得颇多 二位道友借助大振之力 各自缠住一名就行了 其他的全交给韩某应对就行 韩力黑黑一笑 没有直接回答牧族大汉所问 反而呢 胸有成竹地说道 既然道友如此有把握 那到时候就多靠韩星处理了 草吉呢 虽然说心中有些惊疑 但是口气却不觉带了一丝敬畏 并表明了防守之势就以韩力为马首的意思 毕竟说不管韩力当时击杀圣祖化身的时候 是不是借助了族中大军之力 但是既然呢 敢在他们二人面前说出来 这个战绩自然不可能有假的 只要道友真的有办法应对其他的圣祖化身 小妹自然也甘愿听从吩咐 非小夕神色阴晴不定变化了一番之后 终于也微微一躬身说 好啊 既然二位道友信得过在下 韩某自然也会接近全力 韩力微微一笑 不加思索的一口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 韩力终于正式确立了在这二号阵眼的统帅地位 在接下来的数日之中 韩力三个人开始轮流监察着下方阵眼的布设 五天之后 二号阵眼附近的层层法阵禁制终于全部完工了 所有木族卫士和大量阵法师纷纷返回了巨大云团上的各种建筑中 而青色云团在韩力的主持下轰隆的从高空一落而向 正好落在了晴天巨树所在的山谷旁边 与此同时 晴天巨树只是光芒一闪 顿时啊 附近的天地元气为之滚滚骚动了起来 无数淡绿色的光点从西空中狂掩而出 然后纷纷地没入到了整条山脉中 一阵连绵不绝的轰鸣过后 所有高台上镇齐一阵地动山摇般的晃动过后 顿时啊 一层层光幕凭空浮现 正齐而出 接着阵阵绿气从山脉各处狂涌而出 瞬间将所有的山峰都淹没进了其中 到了此时二号阵眼的防护禁制全都激发而起 而在后背胜数的加持之下 此处密密麻麻的法阵禁制 即使一般的合体修士进入其中 也是有来无回 半个月之后 其余山脉的法阵群也先后的完工了 正座木届三十六天绝阵 终于完整的激活成功 将百万里地狱全都幻化成了杀戮之境 从镇眼形成的那天起 韩力三个人为了怕高阶的魔族偷袭 也不再住在云团建筑中 而是军都在晴天巨树下盘膝打坐起来 镇眼既然是以这颗后背圣树为基础布置的 在他未被摧毁之前 镇眼自然就可安然无恙 至于其余跟随来的数千各族卫士 也被平均地分配到了附近的几处山头上 正好将镇眼所在的山谷护卫集中 而谢道人韩力 却一直让其藏身在巨型云团的某一建筑中 以这头黄针蟹的修为 魔力一名人族的中阶修士气息 自然是轻而易举 除了大成其存在 一般修炼者根本就看不出他真正的修为出来 孤儿先前草吉和飞小西 虽然说在韩力身边啊 见过谢道人几次 却丝毫没在意 反而呢 把他当成了韩力的某一亲随呢 而自从大阵成行过后 有关前方联军和魔族大战的情报 每日不断的传来 韩力等人虽然说坐镇镇眼处 也能及时的掌握前方的情形 而按照所得的消息判断 联军和魔族大军在边界处 一口气发动了惨烈大战 双方军都损失了接近五分之一的力量之后 联军的才开始不露痕迹的后退而去 这一次 魔族一方仍出现了三大圣祖本体 圣祖化身则有二十多名 魔尊等级存在更有数百之多 在高阶力量上稳稳的压住了联军一头 外加联军事先早已动用了无数的迷惑手段 故而大军后撤并没有引起魔族一方的怀疑 一见对方略露败相 当即气势汹汹的压了上来 联军一方则也没有表现出一切千里的趋势 而是在此后是边战边退 仍不断的组织力量和魔族大精 每日大小战斗不止 让战场不知不觉中 往木界大阵处许许靠近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消息的传递 也从每日一次变成每日两次三次 魔族大精已经渐渐的逼近了 木族全族之力布之下的绝阵 在木界大阵笼罩区域的一座飓风中 一座临时搭建而起的巨大的平台上 木族临时大长老笔直的站在上面 在他前方不远处 有一个不过四五丈大的法阵 四周则盘坐着八名满脸皱纹的木族老者 均都双目紧毙 一手拖着一块白色的木盘 一手飞快地冲盘中点指不停 而从这些木盘上 则不时地放出一道道白色的光束 在法阵上空凝聚一团 形成了一片不小的光木 木族临时大长老 则聚听会神地望着光木上的一切东西 而在光木中赫然有无数密密麻麻的光点遍布其上 所有光点大都分成了绿子两种颜色 石交织混在一起 石又快速分开 仿佛行军打仗一般变换莫测不已 不管说如何变化 两种光点呢 都在徐徐地往同一方向后退 并最终落入到某一个巨大的图案当中 然后同时一闪之后 光点就全都凭空消失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这个时候 八名木族老者双目一睁 手中木盘光芒一脸过后 光木顿时寸寸溃散开来 不错 这一推散结果仍然很顺利 又辛苦几位大事了 木族临时大长老见此情形 脸上流露出了一丝笑容 经对那八名木族老者十分客气 没什么 这一让观念到我们木族的生死存亡 我们木铃八子身为族中一员 应该尽自己最后的力量 不过现在的结果只是在当前条件所做的演算 若是后续条件或者魔族大军动作一旦有变 这结果嘛很可能会立刻不同啊 其中一名木族老者则倾可立声说 老夫自然知道此事 所以今后几天是极为关键 还要多多麻烦八老每日都推算一次 以防止大战的方向超出掌控之外啊 临时大长老双手一抱拳 神色肃然 我们八人虽然在补算方面都有一些天赋 平时呢 也可预测推算一些事情 但是这一次大战牵扯到强大存在无数 其中超出推算外的其他因素 也实在是太多了 我八人呢 也只能尽力而为罢了 推算结果 也只能给长老会做一个参考 那名开口的木族老者摇摇头说 哎呀 这一点老夫也是心中有数的 但是有八位道友相助的话 在下心中总算是能稍微的踏实一些呀 临时大长老呢 则是哭笑一声 虽然像这种牵扯到 百万人以上的大战 根本是没有办法用补算之数来直接预测胜负结果 但是借助些许推算演测之力 来演绎出大战的走向 并提前呢 做出一些较为准确的判断 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而这八名牧族长老 就是在牧族中补算能力 最负盛名的八人 并被长老会直接封为牧龄八子 为牧族不知道立下了多少功劳啊 这牧龄八子也因为以前推算过多 受缘消耗过绝 外表呢 这才显得如此的苍老不堪 但也正因为如此 牧族在以前和牧族的交锋当中 一直将这八人血藏 没感到轻易的动用 可这一举动 去让牧族原来的大长老一个不慎 掉入到了魔族的陷阱当中 不但身负重伤 还一下子丢掉了族中大半的灵苦 所以在这一次事关牧族存亡的大战当中 牧族长老会再顾不得其他的 将这牧龄八子又请了出来 用来推算战场形势 以防再有意外出现 当牧龄八子很快地从高财告辞下去之后 附近的其他几名牧族长老则一拥而上 将临时大长老围了上来 开始神色凝重地商讨一些重要的事情 同一时间 在原先牧族和魔族占领地界的高空当中 墨点里整个人化为了一道银蒙蒙的虚影 身体四周则有母许大的一团雷云在附近 方滚起伏 无数的银色电弧从云中奉射而出 又换为无数电矢向对面狂射而去 刹那之间 空中尽是雷鸣之声 电光狂闪不已 而在十余里的一个山头上 有一口百余杖长的漆黑的巨剑 稳稳地倒插在山峰之上 在巨剑的剑柄之上 赫然的有一名身披墨绿色披风的枯瘦的魔族男子 正两手齐扬地放出了一道道冰寒的剑气 每一道都有数十丈长 在附近虚空纵横交错之下 将所有射来的银色电水呢 全都扫荡以空 一座巨型湖泊上空 两只仿佛小山般的巨狼虚影 交缠一起疯狂撕咬着 一只通体银白 三百丈长 四爪生风 口喷 丝丝白芒 一头呢浑身漆黑 两眼喷火口吐 团团煞气 两头巨狼 一爪抓出 嗤嗤之声大响 气空一下子多出了 树道长长的白痕 仿佛直接被撕裂开了一般 再一口咬出 顿时身前 传出了暴鸣一般的巨响 一股股气浪狂躯而出 凭空生出了一道道 白茫茫的飓风出来 两头巨狼 吸引贴身争斗之下 显然异常的惨烈 但是无论庞大身躯 受到对方何种巨大的创伤 只要体表光芒一阵流转 就各自恢复如初了 而这场狂暴争斗 波及范围之广 几乎将方圆百里之内的一切山峰密林 均都是化为了平地 附近一座小山的山腹中 傲孝老祖盘坐在一座临时法阵当中 两手掐绝 双目简蔑 身躯散发着淡淡的荧光 相隔万里外的一片 照着千丈深的地下中 袁煞呢 同样是一动不动的盘 坐在一片临时开出的密室当中 四周可都是黑乎乎的一片 唯独他的身上浮现出了一道道紫黑色的魔纹 并微微的闪动不已着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原修签传第1425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